自信里头,居足一切法 佛经上讲得好 心外无法,法外无心 心更法是一不十二 问题就在借着迷 凡夫很不信,迷了 迷而不借 才惹出六道轮回的麻烦 拘而不迷,什么事都没有 那六道存在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为什么有梦中 如梦 那梦,你正在做梦的时候 有个清净清闲的人士 不存在 可是你梦醒的 明明梦中经济 还清清楚楚 还能说得出来 在梦 做梦的时候 不知道是梦境 佛菩萨的高明 在梦中知道这种梦 你在梦中的人士他早夜 早夜这个梦是永远不会醒的 那就是六道轮回 无量进来 生死疲劳 不把他放在心上 很快就觉悟了 就醒过来了 就这么一回事 大半裂半是什么 统统放下了 真正修行的人 在什么地方修 在六根接触六成境界上 修 眼在色上修 耳在身上修 鼻在香上修 舌在胃上修 身在接触修 而修 一从念头上修 修什么 最高的 不弃心不动念 那是什么 佛 最低的位置 也是发生大死 语言叫初诸一上 华言行上说的 四十一篇 发生大死 那四十一个位次 四十一位 发生大死 识诸 识行 识回向 识地 这四十 加一个等究 他们诸 识报装远度 那是真的 真正见到 语 诸法识行 像猜不在 像猜 没有一个 着想 一着想 就堕落 坐得轻的 堕落在 方便有一头 堕落得再深一点 凡神通知书 司徒 三倍 九品 依然不是真的 我完全是 我完全是众生 迷雾前身 而 暂时 加烈的 这 对了不起的大臣 佛法 佛不骗人 佛不害人 佛以种种善巧方便 游到我们 叫我们放下 叫我们开悟 叫我们挣得大半裂班 大半裂班是他们的经济 四十一位法僧大师 无名破拉 也就是我们讲 六根在六尘尖尖上 不起心不动念 这就称佛了 称佛为什么还有四十一位阶级 这四十一位阶级 我们在今天的细细观察 看到了 他从哪里来的 烦恼是断了 习气没断 就这么个道理 无名习气最难断 你看阿鲁汉 见四凡那断了 见四凡那的习气没断 今天上佛局的例子很多 所以 正的阿鲁汉是见四烦恼断了 他用什么功夫 他的功夫用断 吸气 把见四烦恼吸气断掉 断掉之后 他提升了 他叫皮之佛了 他也不是阿鲁汉 皮之佛的智慧 神通道理 比阿鲁汉高 皮之佛 他要断的烦恼 是断 沉沙烦恼 沉沙烦恼 统统断掉了 他吸气没法 但是他生气了 他是菩萨 带着有沉沙烦恼的吸气 在菩萨这个位置上 要把吸气断掉 吸气断干净了 在舍法界里面成佛了 舍法界佛 天台大师称为 相思继佛 六级佛就是 相思继佛 很像佛 不承认他是正佛 非常像 你看不出来 在这个位置上 他是 剑丝沉沙 连吸气 都断干净了 那么在这个位置上 他修什么 他破无名 无名是七心动念 一眼看色看得很清楚 看得怎么样 就像镜子照外面 照得清清楚楚 他又没动念头 没动念头 那就成佛了 阿你的你 啦你 祢陶佛